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套装软体 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讲是我们所要播讲的内容是 段落功能的应用 行距与段落间距 框线及网底 定位点 项目符号及编号 我们在上个讲次告诉同学如何设定一个段落 但是段落还是有很多应用的地方 我们这个讲次就要告诉同学如何来使用段落 来做一些应用 航距与段落间距 前面介绍了字元间距 本小节要介绍航距 顾名思义 航距为航与航之间的距离 另外也将说明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距离 设定各顺顺 树页目符火星期 arabe 工具 将游标插入点 移到想要设定段落的任意处 点选常用标签 开启段落窗格 到航距下拉式清单中选项 例如固定航高 我们选了固定航高 我们在文章里面的标题列 用的字元大小是24点 那我们刚刚设定固定航高 我们的航高设为12点 小于标题列的24点 会发生什么情形呢 各位看这个字就被截掉了一部分 固定航高 航高设12点 这个标题列的字就被截掉了 航高 游标插入文件的标题列 范例中字元大小24点 倘若标题列航高设为最小航高 我们改为最小航高 而航高的点数仍然是设为12点 纵然标题列文字是24点 这个时候你不必担心标题列文字被截掉 因为word会自动调整他们的航高 航距的范例 我们上面这一段 使用的是单航间距 文字12点 航高自动设为12点 下面是两倍航高 设定的结果 段落间距 段落间距是段落跟段落之间的距离 以游标所在的段落为准 可以设定与前段距离 若干点与后段距离 这是我们画面所呈现的结果 那在我们度量这些单位的方法呢 跟前面讲的差不多 也是透过勾选显示致圆宽度单位 在选项的地方 这一部分 与前段距离与后段距离之度量 改为列 好 各位就看到这边有列 我称为它的度量单位 缩排与段落间距 对话格 Word2010版在版面配置标签 各位找到版面配置标签 段落功能区中 有一个缩排与间距的功能按钮 这个是之前版本 所没有考虑到 没有在我们的小工具地方列出来的 框线及网底 点选常用标签里面段落功能区中 有一个按钮叫框线及网底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等一下 我们会告诉你如何把它叫出来 那你如果有看到 顺利看到的话 点开这是框线及网底的四窗 目前这是没有框线 无 这是有方框 要阴影等等 好 我们做一个框线 框线是对选取文字部分 加框线 文字可以是连续的部分 或者不连续的部分 在我们图例的地方 这一块加框 还有这一块加框 这是不连续的部分 那整段都加框 文字两端的空白处 均加上框线 与上图中 仅文字周围加框线不同 各位看这个地方 它只有在文字的地方加框 网际网路与数位学习 这边的话呢 它是全部加框 原因是你选到了段落符号 选到了这个段落符号 所以各位同学就知道 这个段落符号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没有秀出这个段落符号的话 你也不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选到 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一两讲所提到的 如何显示跟隐藏 这个段落符号 对你在排版上面呢 是很有帮助的 网底 对选取的一小块文字 或者一整段段落 加上网底的设定 实物上的运用相当的广泛 例如文章中重点的提醒 可以加网底 法规中有新旧条文变动的地方 做一个区别 哪些地方做了修改 把它加一个网底 或是防止图改 尤其是金额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怎么操作 点选常用标签 在段落功能区中 去点按框线及网底 刚刚同学如果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有框线网底 按这个黑箭头 找到框线及网底 按钮 开启 框线及网底的四窗 再去选择网底标签页 各位看到上面有 网底的标签 网底标签页 填满项目中选择 任一个颜色 内定 当你开启是没有颜色的 我们选一个颜色 再选择网底标签 可依情况设定不同 来显示效果 如文字反白 各位看到我们第一个 网底项目中 样式20%的效果 是这个样子 还可以看到这个文字 如果你填满 颜色用是深色的话 这个在阅读上 非常的不清楚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填满之后 文字可以把它反白 所以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强调的效果 好 我们暂时先休息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定位点的功能 这也是因为有一个段落的应用 那定位点一般同学很少会用到 但是实际上它的功能是蛮强大的 各位同学如果在做一个对齐的动作 往往会按空白键 把文字推挤 推挤到一个大家都对整齐的位置 看起来文字是对整齐了 实际上里面加了很多的空白 这个在排版上也是蛮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我们这边介绍一个定位点 定位点是水平尺规上的位置 使整行文字依照指定的方式来对齐 与段落的对齐方式不同 对齐方式可以用滑鼠 在水平尺规的任意位置按一下 如果左边呈现对齐方式是靠左定位点 靠左定位点 则在水平尺规上就会显示一个靠左定位点的符号 图中我们可以看看 这是一个靠左定位点的符号 至中定位点的符号 靠右定位点的符号 这个有一个小数点 这是对齐小数点之定位点 如果说你的价格中有小数点的话 它会将小数点统统对齐在一条线上 分隔线定位点 设定前置置圆的方法 若要设定有前置置圆的定位点 点选常用 开启 段落窗格 开启定位点窗格 好 现在定位点窗格开启了之后 各位看到这里有一个前置置圆 有五种形式 第一个 五 二 点点点 三 也是点点点 不过它是在中间 四 一条线 五 等等 有五种形式的定位点 它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这里在实物上 要制作一个价目表 这个地方品名价格 这个就是一个前置置圆 价目表的制作 我们在价目表范例中 先用一个靠右定位点 使品名如苹果汁 西瓜汁 尾部切齐 它是靠右定位 运用小数点之定位 使价格中的小数点对齐 容易阅读而且美观 那我们是怎么制作的呢 首先我们开启格式 定位点 在定位点停住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设定的一些公分 就是在哪些地方 比如看第一个 二点五公分的地方 是要靠右 还有这个小数点 之定位点 还有这个是二连五公分 要不要前置置圆 选一 五 那五公分处前置置圆 我们选二 二是这种形式 输入完成之后 按确定 好 各位看到 这是我们制作出 一个价目表 那我这边是做了 把它做了两栏 如果你要看一栏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一个靠右的定位点 一个是小数点的定位点 那我们刚刚做了 那么多的定位点 如果要清除这些定位点 怎么办呢 如果要重新设定 停住点的位置 可以按清除 或者全部清除 再重新来设定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 来输入资料 来看看定位点 好用之处 现在我们要以定位点 制作一个价目表 品名五公分靠右 价格九公分靠左 并且使用小数点对齐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各位先去段落 这里有一个启动按钮 点开 滑鼠移到下面 有看到一个定位点 点开 好 各位看到定位点 窗格打开了 五公分 刚才我们设了五公分 靠右 有没有前置支援 没有 五 移上来九公分 小数点 小数点勾选 小数点对齐 有没有前置支援 有 设二号 设好之后 好 确定 那 现在各位就可以看到 假设我们就用这一个苹果汁 六十五块五 做范例 那我先输入苹果汁 然后紧接着输入六十五点五元 那现在滑鼠移到这个苹果汁前面 键盘上有个叫做Tab Tab这个键 各位按一次 再移到这个地方 按一次 各位就看到它会非常准确的 对到 各位看到这条线 苹果汁 靠右对齐 然后再看这个 所有的小数点 都对齐在一条线上 我们底下所做的这些练习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都是用这个方式做出来的 所以当时 我再示范一遍 就是我们当时在输入这些 比如说苹果汁跟价格的时候 当时你并不需要去考虑到 这个位置 你就是按照你的顺序 输入品名价格 然后移到前面 按一次Tab键 再移到后面 按一次Tab键 它就会很精确的对齐 那同学这边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比如像我们品名的地方 设定是靠右定位点 如果你想我们总会三名字 它本身就这么长的长度 如果你把它的这个靠右定位点 射到从左边界到靠右定位点 这么短 很显然这个品名是没有办法 塞进到这个距离里面 那你看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 我还是用刚刚的方式来示范 按一次Tab键 再按一次Tab键 它就没办法对齐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地方 它品名是塞不进去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还是把它移回到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移回到 五公分的地方 你看它就会很精确的 对齐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当你在设定定位点的时候 要考虑你的这个长度 是不是足够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好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介绍项目符号及编号 文件中如果有条列式项目的排版 通常都会将每一个项目 加上编号或是项目符号 以方便阅读 还可以避免项目编号的重复 例如增加一个项目 或减少一个项目 会造成这个重新顺号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 会有绰号的情形产生 在工具列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符号 这个会对选取的项目做编号 那这个符号是可以对所选取的项目 加上项目的符号 点选常用标签里面 断落功能区项目符号及编号 开启项目符号 编号库窗格 编号库窗格 这是同学所看到的 荧幕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打开了 他们的这个样式 如何定义新的项目符号 我想前面的那些软体本身就已经提供的 同学就可以用现成的 如果你说我想自己产生一个项目符号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这边假设我们想要做一个 一个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要在下列每一句祝贺词的前面 加上千万两个字 来强调它的重要性 并且也能够使它跟婚礼的这个礼金 产生联想的效果 给新婚 结婚新人的五千万贺礼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加入项目符号 要孝顺双方的父母 要常常想到对方的优点 等等 五点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 开启下列的窗格 点选 定义新的项目符号按钮 这个符号 点开 例如 之前我们用文字艺术师 来制作一个千万 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图档 千万 我们把它取名就叫千万 点JPG 这是用文字艺术师可以来做 然后呢 我们汇入 将千万 点JPG这个档呢 加入到项目符号库 怎么做 在这边图片 点选图片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 这个图片就汇入进来了 这有一个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以滑鼠选取五句赫词 把这五个赫词把它选取 使成反白的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到 这个点选项目符号的按钮 选取千万项目符号 然后这个每句话的前面呢 就会有一个完成的效果是这样子 千万要孝顺双方的父母 千万要怎么样 千万要怎么样 千万千万 就是造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的礼金产生一个联想的一个吉祥的意识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用电脑带着同学 如何新做一个项目符号 开启小画家 点选椭圆形 画一个圆圈 我们把圆圈填满 档案 并存新档 到桌面 储存一个 目前是未命名 我们把它存一个 ABC好了 好 把它关掉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边 随便 好 那我们现在选取 刚刚所输入的这些文字 然后到常用 标签 移到 项目符号 定义新的项目符号 图片 汇入 桌面 我刚刚放在桌面上 有一个叫做ABC的 新增 好 好 选到这个ABC的图案 确定 确定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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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就看到 这是我们刚刚 所做的 那个制定的项目符号 好 接下来呢 我想再为同学 介绍一下定位点的使用 滑鼠移到 左上角的地方 靠右定位点 点一下 滑鼠再移回来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小数点的对齐定位点 再点一下 这是我们分隔线的定位点 这是靠左的定位点 那当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这样子 叫做靠右定位点 设定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将这个定位点 在你想要的位置上面 比如说我们点到四公分的地方 设定 当然这是用目视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去找到小数点 对齐定位点 移到六公分的地方 点一下 然后再过来 我们再移到 靠右定位点 移到十公分的地方 点一下 然后我们再移到左边 小数点 小数点 定位点的地方 设定好之后 再移到我们的尺规上面 这是用目视的方式 也是可以做得到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我现在品名 AaAaa 3.5元 Bb 10.5元 好 现在滑鼠移到最前面 Tab键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各位看到它就会非常精确地对准到 这个小数点 分别它都对齐到我们的每一个所制作的地方 那刚刚有讲到一个 这个是分隔线 分隔线 我们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分隔线可不可以呢 分隔线就出来了 那我们如果按照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分别把它的品名做成两边 然后这个分隔线把它画下来 就会呈现有一个两栏的一个效果 好 本讲呢 我们做了一个段落的应用 其实讲起来是很快 但是同学要熟悉操作的话呢 是要花蛮多时间去熟悉这些段落 如何来应用 比如说定位点 它在做一个价目表是怎么做的 项目符号 还有编号 如何去使用这些编号 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有时候同学在做编号的时候呢 就觉得说这个编号为什么会重复了 为什么这个编号 跟我想象的出来的不一样 我想这些可能同学要多加去练习 比如说我的编号要从一开始编 还是继续编 这些地方都是要靠同学多花时间去练习 那这个讲次 我们就讲跟同学介绍到这里 谢谢 台湾